我大概是1月1號才開始 知道這個消息 然後開始做這份工作 心態上就是我的球隊養我到這麼大 然後栽培我到這麼大 當然就是球隊有這個需求 我們就是義無反骨 一歲思願的去做 我覺得教練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你怎麼樣跟球員溝通 確保你在每一個環節 細節上 不管是攻守兩段的系統 他們都確認知道你要執行的東西是什麼 第二個是因為他們都已經是甲族球員 非常成熟的球員 你要怎麼樣跟他們溝通 其實我是一個非常注重團隊的人 用五個人去防守一顆球比較容易 如果用一個人去攻五個人 其實是比較困難 所以我希望在團隊的進攻跟防守 我們會越來越有一個文化 越來越有一個樣子 那就是在傳導下有機會互相合作 這三場比賽他們有一些部分 其實也是表現得不錯 然後我們怎麼樣把不錯的地方 繼續維持 然後針對對方的攻守的一個系統 我們在做我們最後的系統的調整 然後跟他們失誤不好的地方 我們要怎麼樣回去在針對我們不足的地方 再做修正 明天呢我們怎麼會比今天更好 就是今天所發生的事情 我們需要趕快挑出來 趕快解決 未來的目標 我們就是等這個賽季完之後 我們會重新的再有一個更明確的方向 對 我們也會深入去 我們多了 我們也會遷就 我們會不會有的 我們會不會有的